好 中国速度的部分 这个中辽铁路在4月13号 国际旅客列车开行一周年 现在累计发送的旅客70万人次 当然这个部分是一带一路 大家都说中辽铁路亮了 我问一下张将军 对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出口的占国际的整个比例 是14.2% 非常的多 因为你要看这个全世界195个国家 然后80亿人口 那个中国大陆的四战 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大陆制造业强 制造业强 然后制造成本又低 两个优势 那美国现在的制造业萎缩 美国现在就是一枝独秀的军工产业 因为军工产业美国占40% 但是军工产业毕竟在制造业的里面 一小端而已 那中国大陆是全面的 包含机电民生用品 各种家电用品 反正872项大象 大概72种类 你看那么多 这个市场我认为会越来越大 会慢慢的攀升 因为你要进一个百分比都非常难 因为这是全世界的占比 不是一个国家占比 第二个我认为中共的 跟中共的一带一路有关系 一带一路把整个的触角伸到欧洲 把整个触角伸到非洲 伸到拉美拉丁美洲 伸到到整个我们叫做南亚去 包含东南亚那整个一带一路还是有计划过去 一带一路是经济 美国是加大在世界上各地的军事影响力 中国大陆是加大在世界各地的经济影响力不一样 所以走的路线不一样 这个走军事 这个走经济 那走经济的话 目前经济 那个走 美国走军事要战争 要紧张啊 你才能够买武器啊 但是走经济是平常这个我们讲到的 十一住行娱乐都要经济 变成这个要 所以中国大陆走的经济这一方面 变成是广泛的需求 美国的国防军工产业是狭隘的需求 那当然广泛的需求是大家都要的 所以我们看它的占比14.2 这14.2%以制造业 因为中国大陆制造在全世界的27% 到28%左右这个会有波动 27到28 美国只占17.2% 那时候美国的制造在世界上 还在慢慢的萎缩当中 它想要扳回一层非常困难 因为毕竟美国的制造业的成本毕竟高 你既然高的话 在世界上产品的竞争率就会低 因为价格太贵了 好另外呢 4月11号重庆政务工作APP 愉快证已经通知用户了 因为技术的原因不会再支持 iOS系统 他们要求呢 这个改用安卓 好另外呢 重庆市有将近20个本地的APP 也宣布要启动所谓的 华为鸿蒙原生应用开发 这个因为 那是川普订的不是拜登订的 川普给那个 英特尔的晶片 可以卖给华为 那时间是到今年7月 对 那结果 大家就发现那个华为新公布的智能笔电 它用的就是英特尔的晶片 而且它是智能笔电嘛 所以我是认为美国有一些议员误会了 他以为是卖给他新的人工智能晶片 所以就扬言要去把那个英特尔这个特许把它封掉了 那英特尔它有说明 它说事实上那个是川普留下来的 那今年7月之后会不会续约还不知道 可是那些议员都是共和党的啦 所以共和党现在已经盯上英特尔了 那他们认为拜登会给他续约 所以到6、7月再来说吧 因为坦白讲英特尔关系蛮好的 你看英特尔这次拿到多少钱 那个晶片与科学法案 英特尔一加就拿到85亿现金 110亿的贷款 他一加就拿到195亿 那甚至他到底会不会盖我都很怀疑 像台积电是真的盖 而且台积电一盖就盖4奈米 英特尔现在连4奈米都做不出来 那台积电才得到多少钱 所以你就知道他的关系非常好 所以AMD也在抗议 AMD又说 为什么你有特许我没有 因为他也想跟华为做生意 那英特尔在CPU的对手就是AMD 所以坦白讲他很令人眼红 所以你为什么可以做这个独门生意 那重庆不再用iOS 实际上中国道路整个系统 他不是用鸿蒙就是用安锁 那其实重庆市还好 他又没有说以后都要改用鸿蒙 他用安卓只是让大家方便而已 事实上中国大陆 比较令人注意的应该是 他有下一个指令 说电信公司以后要逐渐 不要用英特尔跟AMD 中国的电信公司 那这个比较受美国注意 这个印度大选即将要登场了 投票人数多达9.6亿 将会一口气维持43天 现在呢外媒的报导说 这是2024地表最大规模的选举 但是莫迪有望连任 而且是全球成本最高的选举 问一下董哥 莫迪一定连任了 对啊这个不用讲 其实对那个各国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最主要是美国这几年一直拉拢印度 那印度过去 他比较靠拢俄罗斯 他买的包括石油煤后的武器 就俄罗斯比较便宜 而且对他比较慷慨 那所以他现在就是 我两边都压 美国对我这么好 我就跟你 你要印度 你要我的印太的所有的什么战略 什么我通通跟你 可是我跟俄罗斯要我断失联 他现在就变这样 那莫迪重重起义 当然他有他的本事 包括台湾都要进来十万个印劳 对不对都有本事 你要走蓝巷嘛 那他这边就过来了 所以他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 他很多人口是可以用来 到各国去做他的印劳 那也是他的一个很大的收入 过去印尼的印劳是很大收入 现在印度的人口更多 不防都让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现在全世界 据我所知 今年大概有六十几个国家在嫌疾 那这嫌疾都是比较 比较右派的人 尤其欧洲那些国家比较 大家比较重视 就是说谁又当选了 譬如说荷兰当选了一个极右派 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怎么是这样 那当然他对世界上很多事情就会有影响 所以这一些他其实是牵扯到 全世界今年最重要的险局 就是美国的险局 对 那这个都绑在首尔里面 我们从刚刚谈到现在的战争 或者萧之去访问中国大陆这些 他为什么要去访问中国大陆 因为美国要求你们这些蒙古 大家抵制俄罗斯啊 他不能买他的天然气 不能买他的煤 很多东西就限制了 他的东西也不能卖给俄国人 他当然只好找中国大陆啊 那他看到了马克宏去中国大陆 去北京习近平见了他 他去广州习近平又跑到广州来见他 然后马克宏还拿到了 这么多价的 那个空通巴士的订单 然后6月习近平要去访问法国 所以我如果不赶快这个时候 你们要搞战争 我们是被迫 可能有些无形中的一些参议 有怎么样 但是最主要我们是要做生意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台湾看的媒体 有时候不一定很正确 因为他是太偏重 美国西方这些媒体 其实普丁5月是要去访问中国大陆 今年年底金正恩要访问中国大陆 就是说他其实这些动作里面都有一些 金氏捷防或者经济上的因素 那其实对台湾影响也蛮大的 感谢了 你发生了什么事 我发生了什么事